小朋友很好,我教他们唱歌 他们都很投入的,大声唱 而且唱得比我好 因为他们时常都唱那首歌 问我,狗不狗唱 做动作,做得比我好 我真的要做那些动作 很不自然的,我这么大个人 但他们做得很投入的 小朋友是这样 有些是这样,有些不是的 油云的 东张西忙唱歌 有些不喜欢唱 什么都有 有些还很厉害 我讲完最后 在我的powerpoint上面 我懂得读这个 那你帮我读吧 读得有文有路 有些很聪明的 有些做手工很认真 有些乱搞 有些很随便 什么都有 究竟主耶稣叫我们像小朋友 像什么呢 是不是很严重 行不行呢 还是只是好那些呢 那要什么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问题 到底要切小朋友 那今天读经文 不是只是说小朋友的 是不是还有两段经文 是说到第二段是说到富有的官 有个官来见耶稣 第三段是说到人要放下一切 那我就觉得如果三段我们来看 不只是看小朋友 那小朋友这段呢 好像是一个人言 一个introduction 那样 还有是一个总结 第二第三段呢 我们先到气欲里面说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 到底要像小朋友 什么 那形成一个对比 小朋友就可以进天国 像个小朋友 那个官就悠悠仇仇 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要在经文里面做一个对比 看看有什么小朋友有的 那个官没有的 那我们才知道要学小朋友有什么 对不对 首先我们来看第二段经文 就是说那个富有的官 有一个官来问耶稣请教他 问怎样才可以得永生啊 经文告诉我们 他不单只是一个官 官意味就是有权有势 不单只是 某一些国家都是的 官有权有势 一定有财富 他还很有钱 他觉得在世上都不错 有权有势有钱 但是你要想想将来 是不是有些东西自己没有的 灵魂那部分 是不是永生 我都想要有 是不是 今世有的东西 已经很满足了 将来我要有永生 要为到我自己的灵魂 有个贵属 所以才要来找主耶稣 那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他就说 你要遵守解明 就可以了 那官怎么回答 这些我都已经遵守了 那主耶稣22节那里说 你还差一件 就是要变卖你一切 所有分给穷人 这样你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跟从我 23节 那个官一听 不行 悠悠仇仇 因为他很多财富 很多钱 怎么能够放下这些东西呢 所以这个就是他的 这个的软弱了 在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 到底有什么小孩子有 而这个官没有的呢 第一就是信从 信从 其实这个官已经很不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戒命我已经遵守了 但是只不过主耶稣又加弱 那你要变卖财产分给穷人 帮他跟随我 那他才觉得做不到 这个呢 让我自己会反省到 很多时候啊 我们是不是都好像这个官那样 我们听了神的话 我们听神的话 但是不是完全听的 是不是 我们自己会细选的 是不是 喜欢的 觉得可以做的 我们就去做 就去听了 但是那些我们不合听的东西 不认同的东西 不支持的东西 我们就 连听都不听 我们当然不会做了 是不是 小孩子就不同了 小孩子就算他们不喜欢 因为未成年 或者自己没有独立的能力 那他们就唯有信从 信从父母 信从老师 信从长辈 就去吧 就像我教主日学那样 有个小孩子上个星期 说我不想做手工 我要去外面玩 那我说不行 我们要 大家都要这样坐下做好手工 然后呢 收拾好 课室 才可以一起玩的 那最后他怎么办 那当然没办法 唯有坐在那里做 做完 大家收拾好了 很开心 大家一起出去玩 这个就是小孩子了 无论喜不喜欢 是吧 都要顺从 所以顺从是小孩子有的 是这个富有的观没有的 也是我们成年人 时时都缺乏的 今天呢 神希望我们顺从 为什么要希望我们顺从 是因为对于神来说 神的智慧来说 我们都是小孩子 我们需要以神和他的话语 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 如果不是呢 我们很容易就做了一些 没有智慧的选择 或者是走一条 币多于利的路 就像富有的观那样 选择了财产 放弃了永生 是不是 那第二样东西 我们学小孩子 会是什么 就是相信 如果那个富有的观 真的相信主耶稣 帮回百分百 信主耶稣说的东西 那他应该会变财产 是不是 永生 永生 很厉害 永久的 长远的 今生也是短暂的 是不是 所以 我觉得他做不到 很大原因 是因为可能他是 不相信 或者是 不确定 或者是 半信半疑 所以才做不到 但好像小孩子 就不是这样了 父母说的东西 大部分 我的年代 起码是很相信的 虽然大了之后 就会挑战父母 但是小孩子那时候 都会很相信的 好像我 小时候那时候 我爸妈跟我说 那些小贩买的东西 你千万不要买 千万不要吃 因为是很不卫生的 有了大肠钢菌 是不是 吃了你 你就会肚饿 生虫 是不是 我一听 是哦 真的哦 所以放学那时候 你经过那些小贩 在那叫鱼蛋 猪皮 是不是 主要那样 猪大腸 它的牛杊 那把 切割 切切切 切切 那些声音 就叫你快点来 这样 哇 好香啊 但是呢 我真的一次都没买过 一次都没有吃过 我挺听 爸妈说的 生虫 有病 千万不要吃 直到什么时候呢 直到我认识了 阿Ben 阿Ben就很不同了 他父母没有对他这么说 所以他最小就是吃这些大的 你知道吗 吃这些小饭大的 所以就认识了他之后 好吃的 来吧 你试一下吧 我发觉 哇 真的很好吃 发觉 吃了为什么没有病 又没有生虫 这样才发觉 哎呀 其实爸爸妈妈说的 都真的有时候不是完全对的 所以对于小朋友 对于我的经历就是 爸爸妈妈说的 我相信 我真的相信 这样 所以刚才说了 父母说的不一定是完全对的 但是主耶稣说的是一定对的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不像小孩子 他相信主耶稣的话 如果我们对主耶稣说的是半信半疑 那我们就不会按他的话去做 那我们就会像父友的官那样 那我们就会选择了前财而放弃永生 或者也都可以说我们的选择是按自己的心意 对吗 就是不是完全的一个信从 第三 父友的官没有小朋友有的谦卑 当主耶稣跟这个父友的官说 遵行戒命你就可以入天国 那父友的官怎么回答 就是说这些我都做到了 这样 如果今天主要跟你说 你会怎么回答呢 是不是都是说我做到了 这样 是不是呢 如果你这么说 主耶稣就像这个同一位父友的官说 你还缺少一件 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 你还要来跟从我 一听 父友的官做不到 如果我们回答这些 相同的说 可能我们也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 那是不是 我们大家有时候有个疑问 是不是我已经做到了主耶稣 还要加一些东西 去围难我呢 是不是去围难这个官呢 明明他都做到了 是吧 为什么又要加一样东西呢 这样 主是不是围难他呢 当然就不是了 只不过是指出他的问题 他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父友的官 父友的官说自己做得到 只不过是主提到的 一些的界明 就好像二十节那里说 不可奸人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顺父母 他只是觉得自己做了这些 但是其实呢 在这里 只不过是十界当中 对人那部分 但是没有那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对神那部分 主耶稣是没有说的 没有问他 为什么呢 很明显他是因为做不到 其实对神这部分 就是他的软弱之处 是因为他是为了钱 不能够放弃钱财 所以才进不了天国 我们可想而知 钱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是多么重要呢 其实不知不觉 钱已经成为了他的偶像 也是因为这样 他才不能够遵行神的教导 变卖财产 因为他的人 他的心都已经在钱上面 所以当钱成为他偶像的时候 他其实就犯了十界第一界 不可有别的神 所以富有官以为自己 我已经遵守了戒命了 其实不是的 因为是因为他的骄傲 他不够谦卑 所以他看不到自己的不足 但对于小朋友来说不是 他因为觉得自己又小 父母知道应该比自己多 再加上他自己 又没有主导的权柄 所以就唯有听爸爸妈妈说 所以小孩可能不想骄傲 是骄傲不起来 所以富有的官是没有的 就是谦卑 第四样就是依靠 富有的官他依靠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钱不是神 所以他放弃了遵行神的话语 为了钱放弃了永生 其实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 当然我不是说你说风凉话 钱不重要 钱其实很重要 因为钱其实是神赐给人的祝福 神赐给人的祝福 不是说钱不重要 而是说当我们依靠钱 给神更多的时候 没有看到钱给我们财富的那位神 看到钱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钱放在神的位置上 这样我们就很难去依靠神 曾经有人说过 没有钱办不到 钱各样都能的 都可以做到的 没有一样东西 钱是做不到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价码 每个人都有一个价钱 看看价钱 怎样都可以令到你做到很多东西 不知道你认不认同这件事 如果我们都是这样的心态 那我们就会去追求钱 因为钱各样都能万能 那我当然会追求钱 而不是追求神 第二呢 这个人不单是依靠钱财 他还依靠行为 富有的官觉得自己能够守着戒命 所以就可以 我的行为 足以为我赢得永生 他觉得我守着戒命 我还不可以 我还不可以入永生 是不行的 最后是失败的 所以在这个富有的官的故事里面 其实告诉我们 依靠自己的行为 是没有办法止得永生 因为好像他这么完美的人 其实都很好了 有钱 有权力 又有道德 是吧 但是 即使是这样的人 是吧 他都会有做不到的事后 其实就正如 我们就正如 好像罗马书保罗所说的三章二十节那里说 所以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因为律法 行律法 能在神面前清疑 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 亦都是告诉我们 我们靠自己的好行为 是不能够成为二人 得永生 因为没有一个人 能够完全做到 神律法上的要求 只要有一点做不到 有一点做不到 你就不能说自己做到 就像一个官那样 你有一件做不到 你就是做不到 是吧 所以圣经成本 圣经一直都是指向什么 指向耶稣 指向告诉我们 我们听要依靠耶稣 而不是自己的行为 而这个呢 这也是Bang前几篇讲到里面 加拉太书的重点 就是人称义不是靠行为 人称义不是靠行为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这个不是意味着 神或者圣经对行为的贬低 不是说 我们依靠信心就行了 不用要行为 不是对行为的贬低 而是告诉大家信心的重要性 信心带出行为 信心带出行为 在《马赫福音》里面 其实四福音都有记载 是今天这个故事 就是主耶稣和这个富有观的故事 里面在21节那里怎么说 他加多一句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 所以主耶稣爱这个优秀的人 是吗 这个愿意遵行律法的人 这个守着戒命的人 所以我们就知道 主耶稣不是贬低行为的价值 不是贬低行为的价值 更加不是偏爱那些软弱的人 那些事事犯罪的人 不是偏爱他们 而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只是一个道理 人不能够靠行为得救 而是要靠信靠他才可以得救 继续针对这个富有观的问题 主耶稣在24节那里 看看24节怎么说 24节那里主耶稣说 有钱财的人尊臣的国是何等的难啊 也不知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尊臣的国更加的容易 这个是因为人很容易被钱财去叛倒 钱财是最重要最重要 所以很多时候是会叛倒我们 以至到我们不愿意放弃金钱的主导 不愿意放弃这位的偶像 那怎么办呢 所以25节圣经真的很好 所以26节那里就有人问 那这样谁可以得救啊 的确连富有的观 这样的人都不能够得救 谁可以得救呢 27节 主耶稣说 灾人不能灾神确能 所以再次是告诉他们听 在得救的问题上 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的行为 是神啊 神才是我们依靠的那个 而在小孩子的里面 对于父母的完全的依靠 是因为小孩子真的 不是不想 有时候生气的时候也会的 但是小孩子真的离不开父母 没有了父母的供应食物 住宿照顾等等 小孩子真的生活不了 所以神也都希望我们 好像小孩子那样 完全的依靠他 接着在第三个段落里面 我们看到小孩子有 但是大人事事没有的 就是放下 放下 28节比德说 看啦 我们已经撇下自己 所有根虫来了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因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或妻子 兄弟 父母乙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八倍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这里提到的房屋 已经代表着财产 家人 和各种重要的关系 都是要我们 神话要我们放下 放下 放下 撇下 意思 不要让这些东西 成为我们的忧虑 成为 拦了我们跟随神的一些伴脚石 的确 有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回教会 为什么星期日去不了崇拜 因为星期日上班 工资双倍 你真理就知道 星期日上班会 雙批 所以 做一天等于两天 所以 星期日上班 老板叫我上班 或者很忙 很累 或者我们星期日 我要送小孩去补习 没有空回教会 或者星期日 有小朋友 有家人 有朋友来聚会 有时候我们不愿意相信耶稣 或者不愿意洗礼 因为家人反对 或者觉得 做了基督徒以后 又不单止回教会 又要有时间 还要奉献 你知道吗 还要付钱 所以 当我们有很多顾虑的时候 或者我们有很多事 比经拜神更重要的时候 我们就撇下什么 不是那些东西 是神 唯有撇下神 所以如果我们背负 这么多的拜伏的时候 我们怎么能够去进天国呢 小孩子就不同了 他们想得很简单 要什么就跟你说 是否不要顾虑那么多 父母有没有能力 不要顾虑那么多 简单直接 就好像最近有个小朋友 跟我分享一些耐心的感受 我都有一点打个打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顾虑 他觉得心里面想说什么 就跟我说 但是那些说话 我觉得如果换了我一个大人 我绝对一定不会跟人说 但是小孩子不是 他没有什么顾虑 他就是说 很真诚地跟你分享表达 这个就是小朋友 我觉得 来到总结的时候 最重要的主耶稣 在29到30节 告诉我们 一个应许 应许 因为神一个 撇下房屋或者妻子 这些弟兄父母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白配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主耶稣 让我们让我们放下 叫我们放下什么呢 是我们对财富家人的眷顾和顾虑 有眷顾的 有顾虑的 而放下是为了令我们得到一些东西 得着 得着的是什么 是今生的白配 和来世的永生 的确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些顾虑 顾虑成为我们的捆绑 令到我们不能够向前走 但是如果你真正做到放下的时候 我们才明白 主所说的 什么叫今生得白配 来世得永生 当我们真正放下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明白 因为当你放下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那种 海阔天空 就是傲长的感觉 那种自由 而你和财富 就是你和你的财富 和你的家人的关系 会比以前更加健康和稳固 因为在这些关系里面 不再有我们的主导 我们不再主导 不再有我们的意思 不再有我们的智慧 不再有我们的掌控 换利的是神的带领和掌管 就好像我们把我们的财产家人 我们的财产家人仍然是我们的 在我们的手里面 家人仍然在我们一起 但是我们将这些最宝贵的东西 交托了给神 来管理和照顾 那你说 有神来照顾我的财富 有神来照顾我的家人 那我怎么会不好呢 是不是 在我自己做了基督徒以后 慢慢地我开始懂得 如何将这些人和事 一些一些的交托给神 最近呢 因为我лиān you want to build that 最近呢 慢慢慢慢地交托给神 借过去 亦都是不单止撇下经文所说的 更加要撇下的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 我自己 亦就是 attained 我不再看重了我自己的需要 得失 情感 我不再是 我要什么 我想怎样 最后 我自己发觉 尽管在我的生活里面 服事里面都是很忙碌 但是我却感到 前所未有的那种轻松 和愉快 而在这次的经验里面 再一次告诉我 再一次让我感到 神的话 神的应许就是真实的 所以今天 我都希望 你们能够早点放下 放下那些东西 放下那些你认为重要的 宝贵的东西 更加重要的是什么 放下你自己 放下你自己 然后将那些东西 人和自己 完全交托给神 以致我们可以 今生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今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 能反省到富有的观 的故事 和认识到小孩 有几个可以帮我们 进天国的一个特征 就是信从相信 谦卑依求和放下 希望我们回家之后 能够继续地去思考今天的经文 同时 你能够慢慢地去操练这几个特征 以至到我们能够因为有耶稣 不单止今生能够有八倍的收获 而且亦都能够得永生 进入神的国 好 用我们一同的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很多谢你 赐给我们主耶稣 而且是猜派他来到世上 请求我们 并且将真理向我们显明 好让我们能够在今世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求你都乐去我们的不信 让我们能够相信你 和你的话语 并且能够走出来 以上的祷告 奉靠主耶稣得胜的明智祈求 阿姆 阿姆